5月23号,河南南洋日报在头版发出一则报道,水晶发动机正式下线,市委书记点赞。 报道称,当地一家企业生产的水晶发动机正式下线,这意味着车载水可以实时秩序清气,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。 报道中提到,5月22号上午,南洋市委书记张文申到氢能源汽车项目现场办公室,为氢能源汽车项目取得的最新成果点赞。 当地电视台也对此进行了报道,在其发布的视频中,当地官员实地查看了氢能源汽车项目建设进展,并乘坐样车体验。 视频上写有水晶发动机在南洋下线,张文申为之点赞字样。 该消息发布后引发舆论质疑,对此,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会秘书长崔东树介绍,水晶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,需要有其他能量的输入。 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的说法,没有提及能量转换的过程,容易引起误导。 因为水至轻的话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,然后这里有可能也要消耗能源,然后加完水以后你可能还要有其他的能源,比如说你说有电能或者是你有太阳能,然后再促进,然后再有水面也反映,产生氢气,然后氢气在供应燃料电池堆,然后电池,燃料电池堆再给电池供电,电池在驱动车。 它实际上按理说是这么一个转转的一个电池堆的一个线路,容易引起误导,如果加水就能跑的话,那这个水怎么变成轻的这个过程,它是一个最关键的过程,所以这个能源怎么转换的,然后它没有说清楚,所以交易的一种误导,也是说带那个能量的,所以这里还要有一个能量输入,而那个能量输入,它没有解释出来。 据媒体报道,5月24号,南洋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回复称,目前该项目仍处于研发人员的验证阶段,并未正式生产,也未经过工信等相关部门的验收,报道用词不当,信息发布不准确,导致误解。 目前,南洋工信局要求,涉事青年汽车董事长唐青年写情况说明,同时要相关部门协调处理此事。 记者注意到,此前,当地南洋网报道,2018年12月28号,南洋高新区金华青年汽车青能源整车项目签约,该项目建成后,可实现产值300亿元。 不仅是九大专项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具体体现,更是支撑南洋作为河南省大城市的重大战略项目。 记者将持续关注事件后续情况。